我们的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这个题目叫做探索质量和可靠的未来 成为产品生命的掌控者 那么也正是照应了我们这个学院的名称 我们叫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来看看我们究竟做哪些工作 做哪些事情 那么第一个 我们先对我们的这个专业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是干什么的 那么我先从我们这个标记做起 标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ogo 有三个字母 RSE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Liabil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 那么这样一个学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咱们中国有几千所大学 而以可靠性名字命名的学院 只有这唯一一家 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学院 在可靠性当中的这样一个专业性和引领性 那么从这个名字命名来看呢 其实它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可靠性 我们经常呢 谈到设备可不可靠 或者装备可不可靠 那么我们都对可靠性 有一种朦胧的理解 那就是什么呢 它容易发生故障 耗不耗坏 怎么能让它不坏 用的时间长 这是可靠性 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目标 第二呢 系统工程 而系统工程呢 我后面要再讲 它其实呢 是我们研究可靠性 这样一个理论的一种思维和方法 那么进一步呢 其实还有一个次条 叫可靠性系统工程 也就是说要用系统工程 系统科学的思维观点 来研究可靠性的方法 所以呢 我就分别 从我们学院这个名字 所映射的三个概念讲起 来谈谈 我们这个学院 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怎样的 那么首先 谈一谈可靠性 这样一个一行办的 好 那林教授这里可能就是 还是出现一些 就是这个网速不稳的 这个情况 我们再给林教授 这边一点时间 就做一个调整 那同学们呢 也可以针对 就是说你们可能对可靠性 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 都欢迎大家就是争取时间 把您的这个提问呢 发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处来 好 可以 现在网络可以了吗 请问现在网络可以了吗 是 现在有点好的 好的 好的 那我继续 我继续来解释 我们研究的可靠 我先从可靠性讲起 那么可靠性呢 实际上它研究的 不仅包括单元级 还包括了系统级 单元我们可以理解 它是一个元器件 那么系统呢 飞机也是一个系统 城市智慧交通 也是一个系统 所以它研究对象 可以很局部 可以很小 也可以很大 它研究这些对象什么呢 在一定时间 一定条件下 无故障的 执行 制定功能的能力 大家对这个 可能会有点概念 它研究啊 对象主要是 故障 无故障运行 无故障执行 功能的能力 它核心呢 把控的是 你研究对象的能力 我这里举一个 大家所关心的例子 前些天呢 我们刚发射了 长河五号 那么长河五号呢 它登月 它面临的很多任务 那么其中呢 最核心的任务 是它自动的 登幕之后 还要在月球上 采集土壤 采集土壤之后呢 还要回归 还要再从月球上起落 返回到我们地球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任务 这些工作 都要非常可靠的进行 那么实际上呢 其中就涉及了 很多可靠性的工作 我这里就举两个 简单的例子 比如 在登月后 它要用电产 掺取土壤 而且呢 要自动打转 获取 岩石的新部 岩芯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月球表面 很多位置是不可知的 它有可能遇到 很坚硬的岩石 也可能是松软的土壤 或者还有其他矿物质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 都必须保证 按时间 完整的 把土壤取出来 这就是 它的可靠性 不管遇到什么条件 什么样的状态 都需要完成任务 另一个代表性的动作呢 就是在 上升器 和轨道对接 的过程中 即 完成 采集土壤的过程中 这种对接呢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针尖对针尖的对接 及非常小的点 精准对接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我们地面呢 是根本无法提供 准确的数据和测控支持 也无法看见 完全靠这两个设备 自动来调整 自动完成任务 而这个工作 也要保证非常可靠 万无一事 我们就仅仅 举这两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其中对动作功能 可靠性的一个高境界要求 那么这期间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最近呢 如果观看中央电视台 针对这个嫦娥五号 很多事情呢 都做了简单介绍 比如说前些天 所描述的所谓近跃之动 那么当飞行器靠近跃球 即将登陆跃球表面的时候 那么就是要进行一个刹车 为什么呢 它要通过月球轨道的 靠近地点时呢 它要形成的环越轨道 如果不踩刹车 它就会从月球边飞过去了 就不能够准确降落 那么这样一个刹车 就要非常精准 可靠保障 那么使其速度 低于月球逃逸速度 而被月球引力不惑 实现稳定可靠的卓越登陆 那么同时呢 还有软着陆 那么在着陆的过程中呢 对于在不同着陆的垂向速度 不同着陆器倾斜姿态 以及月面 还有不同坡度的情况下 高精度准确的登陆 这又是一个可靠性 同时呢 还要实现稳定可靠的采样 刚才呢 我举例子说明了这个一点 这也都是体现出 它可靠性 所涉及环境的多要性 而且呢 它涉及的任务 种类非常复杂 刚才呢 我举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其实呢 我再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可能咱们很多军事爱好者呢 所关注的一个很常用的兵器 AK-47 这个呢 是在1947年 它之所以呢 取了个尾号叫47 就是1947年 距今呢 已经70多年了 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武器呢 却在很多国家依然在使用 那么它的发明者 是前苏联的卡拉什尼科夫 那么它对它这样一个发明呢 非常自信 它的原话是这样 说如果要我去 一个未知去 或者一个不明的星球 却只让我带一把枪去 那我一定会选择AK-47 不会带别的武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啊 这就说明 AK-47是它最信任的 是它最可靠的武器 是它最得力的制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AK-47啊 在设计工作中 就保证了 它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因为它的原理呢 它采用一个比较先进的 所谓导气式自动原理 导气管呢 位于枪管上方 它就不容易记水 那么在回转闭锁时呢 枪击的可靠性很高 就确保了它的故障率很低 这是在设计上 设计之初 就保证了这样一种枪呢 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同时呢 它的拆卸保养也非常便捷 也就是说 它维修很方便 简单 它的零件数量很少 那保证了作战时 可以迅速拆解 排除异物和故障 同时呢 这样一种枪支呢 在任何环境都能发挥效应 不管是冰天雪地 还是晃沙漫天 甚至是热带雨林 还是高山腹地 都能见到这种枪支的良好水 所以这样一种设备 它的环境适应性 也是非常好的 刚才呢 我们通过一大一小 两个例子 对设备或者系统 或者单元的可靠性 进行了一点初步的了解 那么第二个词条呢 我想对系统工程 因为这是我们学院 冠名的第二个部分 进行一个简单的阐述 那么这是我们 中国航天航空科学的 电机人 航空之父 钱云生先生 对系统工程 做的一个简单定义 他说呢 系统工程 是组织管理系统 这个系统呢 加了个引号 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你任何一个对象 咱们所研究的 可能都可以看 都是一个系统 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 研究 设计 制造 试验 和使用的科学方法 是一种对所有系统 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它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规划 研究 设计 制造 实验室 它贯穿了 这样一个系统 或者产品 的全生命周期 从 初始 到终结 也就是系统工程 它贯穿了它的全生命 而且呢 它的思维方法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这是系统工程的 一个初步概念 为什么我们把系统工程 放到这来讲解呢 因为系统工程 它是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工程学 它所研究的对象 不再限定于特定的工程 这对象 它对电站也适用 对机床也适用 对手机也适用 对我们的手表也适用 它都把它看成是一种系统 甚至对我们城市的交通管理系统 对我们的人体思维系统 都是适用的 因此呢 由于是它在这些不同对象 不同学科当中的抽象 因此呢 它的交叉性很强 也就是说系统工程 它是一门交叉学科 与此相类似 可靠性研究 也是建立在 各种系统的共性基础之上的 因此采用系统工程思维方法 研究可靠性 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这里呢 对系统工程或者系统思维 的方式 做一个简单的案例描述 这是我们在 讨论系统工程 或者系统科学的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在炎炎夏日 我们家里没有空调 但是呢 我们家里有个冰箱 那么我们很多小朋友 就很好奇 爸爸妈妈 为什么不把冰箱打开 让我们凉快凉快呢 那么我们考虑 如果把冰箱打开门 屋里会凉快下来吗 那么按照一个很朴实的观点说 好了 那我们把冰箱打开 里面的冷气呢 会释放出来 使我们屋里降温 但是我们进一步想一想 冰箱的原理是什么呢 冰箱的原理 它是利用一个功能转换 它的里面降温 但是外面有个散热器 它供需平衡 温度有交换 这样散热器的热量 依然会传到物理 跟冰箱内部冷气传到物理 是一样的 这样就抵消了 那么进一步 我们知道 电在转换成功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热量消耗 因为它的效率并不是百分之百 这样它自身 还有个散热过程 这样一个热量 也会传入物理 那么两种热量相加 就抵消了冷气所带来的能量 实际上我们如果通过 这样一个系统思维观点来看 物理的温度不仅不能降 反倒还会升高 这样一个例子 就简单告诉我们 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只看其一 还要看其二 不能只看表象 还要看其来源 根源 从一个整体 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才会更准确 那么进一步 可靠性系统工程 它其实就是要用系统工程的思维 来研究各种对象的可靠性 这是我们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的创始人 姚明明老师 对可靠性系统工程的一个阐述 它指出 用实验研究 现场调查 故障或维修活动分析等方法 研究产品寿命和可靠性 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 就是你工作在什么条件 工作在月球表面 沙漠 海洋环境 还是地心 还是我们周边的大气环境 研究这样一个对象 和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 以及产品故障的发生 发展 及其预防和维修保障 这是消灭的规律 那么谈到这一点 我们就必须要谈到 其实这个可靠性 如果要用系统科学 或者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研究可靠性 那么它的大概就可以分成六个方面 即所谓的六性 那么这里我简单落列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这个按照一定条件 一定时间 无故障的运行时间 这就是可靠性 它其实呢还包含了什么呢 维修性 安全性 保障性 测试性 以及还用适应性 我们下面的这六个方面呢 其实它是相辅相成 环环相扣 共同组成了 刚才我们所谓的通用质量特性 那么可靠性呢 我们知道 刚才简单介绍了 它是产品在规定条件下 和规定时间内 完成规定工程的能力 它是强调能力 我们知道 同样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手价 我们一看 指标都很一样 那么大家会说 好 卖贵的呀 它一定质量好 质量好是什么呢 它不容易坏 进一步我们用 可靠性的观点来看 就是比较可靠 所以可靠性呢 实际上不仅是效能的 倍增器 也是我们售价的倍增器 也是我们产品效应 效能的倍增器 那么说维修性 就是在规定使用条件下 使用的可维修产品 我们通过维修 恢复它的性能 使它能够继续服役 继续开展工作 那么这里其实针对维修 它有很多好的案例 我们大家不知道了解不了解 在二战时期 苏联红军和德国 坦克作战时 我们知道 相比德国的坦克 苏联的坦克呢 质量不行 特别容易坏 或者再简单讲 不禁打 但是苏联依然通过它的维修性 来使它的坦克的作战能力 得到持续的满足和保障 最终战胜德军 就是它通过它制定的维修策略 使它的维修时间 大大数的迅速在返回战场 投入战斗 这就可以看到 维修性也是提升产品性能 一个重要保证 这样也就是说好的维修性 它可以产品在恢复时 达到时间上的快捷和资源上的经济 那么这一个简单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方程式 赛车的过程中呢 刚停到站点 一群人马上围上去 对它进行快速的维修 也就是说通过快的更换 良好的维修性设计 来达到可达性操作空间等等 模块优化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 你就要考虑它能够支撑 这样一种一分以内的维修时间 你如果说设计不好 它可能要花十分钟 二十分钟 设计好 可能一分两分就能实现 所以这个维修性呢 也是产品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属性 你是否能够设计出来 也是可靠性的一部分 第三个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呢 简而言之就是事故的隔离带 实际上大家前些天 前些日子所经常议论的 737 MAX 出现了频繁的故障 击毁人亡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指它在设计的时候 对安全性的考虑不周到 导致这样一个失误 出现重大失误 那么这样一个安全性呢 的设计过程中呢 实际就是在考虑各种操作条件 各种环境 它是否会带来重大隐患 带来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所以这是在设计布局之初 就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在发生在 我们现在尽管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有时候呢 还是不免会出现 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包括我们现在 所发生的一些轨道交通事故 这是在 也是在安全性的设计上 没有充分考虑到 保障性呢 它是指产品 在设计特性和计划的保障资源 满足平时和暂时 使用要求的能力 也就是说 你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它的供给 是否能够实时的满足 它执行下一个任务的功能 那么这样在设计的时候呢 包括它的一些 这个对产品的应用性 可靠性维修性 补偿 能够满足用户的满意度 包括 最后一点呢 就是环境适应性 我们知道 在这里举的例子呢 是一个海上作业的采油平台 我们知道海上 它就很 跟咱们日常所生活的条件 不是太一样 第一呢 风 第二呢 盐雾 第三呢 潮湿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对金属的腐蚀 破坏是非常强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如何 在设计的过程中 就确保 它的环境实验性足够高 不易损坏 这是我们设计手 当中呢 也所必须考虑的内容 那最后一点呢 实际上就是测试性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设备呢 都有各种接口 就是说是 它在实行过程中呢 我们插一个接口 马上有个屏幕显示说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代码 绿的红的 或者是产生了 什么样一圈数字 来表明说 它处于什么状态 或者是它出现了什么故障 这就是产品 可测试性 但是在我们以前的 很多产品 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相当于对大家 信息就是隔离的 一旦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无法了解 无法判断 它发生了什么 所以测试性 也是开展 设备可靠性 当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也就是说 你在设计的同时 就要考虑 它可测试 能测试 通过它的信息 能够让我们 对它自身状态 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 那么没有测试性呢 实际上这些事实上呢 大家眼睛就瞎了 什么也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测试性呢 它是我们开展 评估评价 甚至是一些控制方面的一些基础 好 那么这个都是几个案例 我就不再详述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质量和靠性 刚才呢 只是对 通过呢 三个词条 对我们学院 可靠性 系统工程学院 它的内涵 我们研究什么事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下面介绍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 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例子陈述 对于机械产品 零件 可能最简单 或者最常用的 就是什么呢 滚动轴承 我们知道 只要设备旋转 它有支撑 那一定是轴承在支撑它 但是轴承的售价 会千差万别 我这里就举了某一个型号 国产品牌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业轴承 这个轴承的卖价是260 但是呢 我们同样指标 同样规格 如果用斯凯夫的 大概就要720 如果用日本IS开的 也要600块钱左右 这就给我们带了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 同样规格 同样的产品 怎么会差价那么大呢 卖的贵的 是不是好卖呢 我们调查 卖的贵的反正很好卖 那是什么原因呢 可靠 不坏 用的时间长 省心 因为很多情况下 你看它只有200多块钱的一个周折 但是它坏了 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损失啊 要大得多 那与其这样 我不如多花一点钱 买一个贵的 少给我带来损失 由此可以看到 如果同一个产品 我们把它注入了更高的可靠性 马上就会增值 那么如何把它注入更高可靠性呢 这就是我们学质量与可靠性专业 所要研究的内容 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做好了 就会给普通的产品赋予更高的价值 给你服务的对象带来更多的利润 你的社会价值就更高 你的认同度也就更高 维修也是这样的 因为维修的成本越低 你的收益也就越高 那么你大的维修成本 那你的收益就会降低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提升设备可靠性的一个方向 你既在设计制造的时候 也要考虑它的维修便捷 简化成本低 我们知道华为手机呢 现在销量特别好 而且新的华为Mate40呢 售价在899欧元 比Mate30贵了100欧元 但是依然好卖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采用的这种芯片 可靠性更高 就决定了它的售价就会更高 那么大江无人机我们都知道 它呢是民用的这样一种 小型的无人机呢 用的很普遍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领域 市场份额能够占到全球的8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比较可靠 不容易坏 还简单 充满海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靠性能够 跟我们带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因此呢可靠性和质量 它是产品的生命 不仅仅是提升了价格 性能 它是产品充满了竞争力 好 刚才讲了what why 现在讲一下how 就是我们的学员 如果来这儿求学 我们会给你提供怎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培养的目标 我们这个 我们主要是看第二段 毕业生能以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为基础 综合应用专业知识 因为系统工程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学的专业面 学科面是非常宽的 我们综合应用专业知识来解决 复杂装备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 能够胜任哪些工作呢 工程装备研制和运行维护过程中 其实还有设计 在质量与可靠性方面的 工程设计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学生 救命是非常宽的 既能从事设计 研发 还能从事管理 而且呢 他胜任的领域很多 因为所有领域都需要科靠性 那么其实啊 从我们学院的这个课程设置来讲呢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啊 那我们在这种 这种数理基础 力学基础 工程基础 都有相应的课程设计 那么在专业基础上呢 我们还有系统工程 可靠性和事效物理 这样一个课程 因此呢 我们的课程啊 既覆盖了传统的机械力学 这样一类的课程 因为它是研究对象的 理论模型 演化规则的 我们实际上呢 还有 信息类 不仅是电路 信息处理 偏信息的学科 实际上呢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 就实现了 这样一种 力学 机械学 信息学 电子学 包括计算机科学的 学科交叉 保证 我们的学生呢 有足够的知识基础 而且呢 我们 所支撑的这样一个 方向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主要罗列的五个方向啊 我们记住 电子产品的可靠性 电子元器件啊 电路分析方面 是否可靠 软件的可靠性 这个也是个新方向 因为现在啊 软件在很多领域方面 应用非常多 很多时候呢 不是说 我们硬件出了什么缺损 损伤 而是它死机了 老重启 某些功能不能实现了 在这个情况下 软件的可靠 也显得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也做 机械可靠性 包括我们的 故障预测 健康管理和维修保障 等等 在这五个方向当中呢 我们也都有 对应的课程设置 那么这里呢 简单对我们的课程设置呢 作为一个简单陈述啊 那比如说 我们设置了 这样一个 这个力学方面的课 理论力学啊 材料力学和力学性能 测试方面的啊 基础实验 包括我们常规的工程训练 那比如说这个 机械加工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 输控技术啊 3D打印啊 这方面的课程啊 那么以及呢 这个传统的 这个材料力学 方面的课 因为这个我们 在面对很多机械产品啊 这个材料力学 是研究它疲劳 失效特性的一个基础啊 自动控制原理 这个呢 其实又是系统工程的 专业知识基础 可靠性设计啊 这是我们可靠性的基础学科 可靠性统计啊 系统工程基础啊 系统工程呢 因为是钱生先生提出来的啊 所以呢 它在这个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 很多的领域学科呢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 它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 和系统工程方法 来解决复杂系统 可靠和安全的问题 再一个质量工程基础基础啊 这个这个 可靠性的物理基础啊 失效物理基础 系统与可靠性分析 包括原器件 这主要是针对电子产品的 可靠性 方面的课程啊 软件质量的可靠性保证啊 针对软件可靠性 所开始的课程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 人才培养的这个升学率来看呢 我们在北航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啊 我们的就业升学率 我们看一下本科生 本科生的升学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橙色的数字啊 我们在18年达到了85% 这个升学率包括什么呢 保送研究生 考试入学研究生 以及出国深造的 这个85%呢 在北航应该是最高的啊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的 这个培养质量非常高 同时呢我们的就业率 每年都是百分之百啊 也体现了我们这样一个学科啊 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 那么说看这个学生的 这个就业的从事领域来看呢 有系统工程师 安全工程师 包括专业的可靠性工程师 还有很多到软件公司啊 以及一些现代的这样一些 这个数据分析公司当中 做工程师的 研究方向非常广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呢 我们也有很丰富多彩的 这个校园文化啊 那么比如说 我们有科研创新训练计划 那三年级本科生呢 有90%以上 他跟随着导师 有这样一个孟托计划导师 来参与学院各实验室的 科研项目和课题项目 所以在本科生阶段呢 就开始介入项目的研究 同时呢我们也还给学生啊 提供很丰厚的奖学金 我们也有一个奖学金呢 叫杨伟明奖仪 也是以我们这个学院创始人 杨伟明老师命令 每年呢我们这个奖金额度 都会超过10万 获奖学生 覆盖率超过一半 就是有一半的学生啊 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 奖学金的资助 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暑期啊 本科生的生产实习 也覆盖很多个城市啊 其实不止五个 现在已经远远不止五个了 比如在北京也有 洛阳广州 武辅宁德 我们还有四川重庆 这些都会有 百分之百的本科生参与 给学生提供了广泛的 这个生产实习的空间 那么我们学院呢 每年还拿出 这个这个三十万 来资助 本科二年级三年级 出国短期访问 我们每年大概有 二十多个学生呢 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资助 同时呢我们还有各种 学生的科技竞赛和社团活动啊 学生在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呢 也提高了视野啊 提升了团队精神 其实呢我们学院啊 在这个体育方面 经济方面也还很有优势啊 我们这个排球队连续三年 都获得了北航排球联赛 第一第二名 我们还有足球队 篮球队 羽毛球队 网球队等都有建制完善 管理规范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来这儿 成为我们新的成员 包括呢我们还具有全校 知名的新媒体团队啊 也是北航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 学生的新媒体团队 同时呢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电子 可靠性俱乐部啊 这是在一个公司呢 火炬公司呢 它资助下成立的这样一个 一个学生的社团 那么最后呢 向各位同学发出诚挚邀请 非常欢迎能够选择我们 可靠性俱乐部工程学院 来参与我们的学习生活 那么北航欢迎您 我们可靠性学院更欢迎您 那么希望呢 您能够加入我们 未来成为探索质量 和可靠性未来成为产品 生命的掌控者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哇 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林院长 我们林院长呢 就是不只是这个 北航的这个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的院长 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为创新研究群体的带头人 还是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然后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 百千万人才的这个 国家级人选 哇 我们真的是有幸 有幸来跟我们的林教授学习 那我们同学也体验了一堂 就是这个大学的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我们这边开始 就是鼓励同学们 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 就是把你的问题呢 发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处来 那我们这边已经有朋友 要请教林教授了 林教授请问 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哪个比较重要 两者有什么关系 有请林教授 好的 我做一个简单回答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可行定义呢 它就是 完成规定 功能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可持续性啊 其实它也是这样一种能力中体现 其实呢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 可持续性高 也就意味着它的可行定高 它们是有 相当于是有一个共性的 我认为呢 可持续性就是可靠性的一个方面 我的回答结束 是 因为相关性 好 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啊 就是对可能对这个科系 或者对可靠性 或者是对北航 有什么那个提问 都欢迎大家就是提问 那今天是来到最后一场了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可能同学们也有一点 不晓得是不是 精神没法集中了吗 大家加油 继续来跟我们的教授请教 那我们最近就是在买笑 我们一直在看 就是那个令人心动的offer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一个何映成同学 也是这个北航的同学 所以从他的那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北航 这个法学 这个法学这个部分 应该也是很强的 好 那来 我们还有朋友问 请问这个系统工程 对物理和数学的要求高吗 教授 好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 还是很深刻的 应该说这个系统工程呢 它对数学还是要求 具有一定的这个数学基础 这个对于物理的这种要求呢 倒不是非常高 它可能对于数学的要求 相对比物理来讲更高一些 那我这样子听下来 我就感觉说就是 本来想要去念机械工程的同学 可能就是是不是就是 也可以考虑就是进一步的来考虑 就是可靠性这个部分 就是那读出来以后 这个因为知识有交叉嘛 这变成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这个部分是不是对 本来想要去念机械工程的同学 会更好啊 教授 是的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就是学机械工程的 我的大学本科硕士 都是学机械工程的 那么 其实呢对于一个怎么讲呢 对于大学专业来讲 可能可以划分为机械呀 力学呀电子呀信息呀 这些不同的学科 但是对于一个实际需求啊 它往往是综合的 我们可靠性的这个专业 为什么特别容易就业呢 因为它恰恰满足了 就业单位对综合性能 这样一种需求 你如果单一的专业 到单位它往往需要培训 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学生呢 他恰恰满足了 这样单位的这样一种 完好的需求 因为它综合性比较强 而且呢 他在学习过程中 特别是研究阶段呀 他对知识的这样一种综合性呢 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训练 因此单位呢 刚好可用 所以呢您提的这个 我觉得是恰恰是 我们这个专业的一种特点 它是一种融合 还是一种融合 是是 我们最近就是也采访了一个 就是本地的一个企业家 他本身就是机械工程毕业的 那他自己现在呢 就是成了这个手套工业 手套厂的这个背后的这个 机械的这个供应者跟研究者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 因为就是研究了嘛 像刚刚教授讲的这个周成这个部分 非常的好 所以整个企业可以走到 走向国际 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因为可靠 他的产品可靠 是 好 那我们这边还有同学在问 就是请问可靠工程 跟一般的工程系有什么差异 毕业出来 哪个比较吃香 刚刚我们教授其实有说明了 不晓得教授愿意再补充吗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学生肯定是非常关心就业了 是 就是说可靠性工程呢 应该说他肯定也是工程学科 这是肯定的 那么他和一般的工程的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异性呢 就在于刚才我可能也提到了 就他的综合性相对更强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就是咱们 这个中国呢 提到这个 这个制造强国战略 他更强调什么 叫两化融合 所谓这个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样一个专业啊 其实也恰恰体现了这样融合 我把它简单归结为 机械化和信息化的融合 当然是我个人的了 机械化和信息化 就是你对机械装备 可能你也懂 当然你可能没有 机械专业学那么深的 课程可能上的少一些 但是呢同时你有他没有的 就是你在信息化 你是具备的 而且呢通过你的科研训练 你的融合方式 融合方法 你至少也是有概念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点优势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 为什么也印证了 我们的这个就业啊 相对要比其他的要好一点 是 那不晓得教授目前在这个工程 这个可靠性工程这个部分 有马来西亚的同学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 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 因为原先呢 对这项工作没有特别的关注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 就是我们这个北航招生 它是按照大力招生 就是我们属于航空航天大类 但是我们在航空航天大类 大一的学生转大二的时候呢 就要分学院了 我们的排名 一直是航空航天大类第一名 就是特别 这也体现了我们 为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就业好 但是呢 也可能这样呢 让我们没有特别去考虑 吸收海外的留学生 那么带着这样一个 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目前呢 就抓紧来宣传 还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 我们能够也培养更多的 这个国际化的人才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期望 是 我们这边在回答 我们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 可能我们就进一步的 请我们的这个孟老师 可以进一步的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北航 那我们这边问题是这样子的 他说 请问教授 可靠性工程 是不是就是专门为就业 而创立的一个学科 或者是创业 而创立的一个学科 那 我公信工程本科毕业后 还要进行一个专业吗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问题 也很实际啊 我觉得也特别好 我刚才介绍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 我们在1985年就成立了 你看算到现在 已经有35年了 显然 不会说是考虑到35年后的就业 我们才创的这个专业啊 它的成立呢 实际上就是有这样一种需求 因为我们知道 产品 先解决从无到有 然后解决从低到高 从无到有 解决了有 可能品质并不好 卖的便宜 当大家都在做这个产品 就要考虑 谁都好 谁才有竞争 会有优势 实际上可靠性啊 它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所成立的 就是我卖的产品 不坏 那么我可能比你的 要贵一倍 我的还比你的好卖 因为现在从国际市场上 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 它贵一倍它依然好卖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去买呢 大家都是经过深入思考的 因为这个 你的可靠性啊 为这个产品赋能了 你的可靠性专业知识 为产品赋能 使它不坏 而这个能呢 就体现在价值上 你个人的价值 也体现在这样一个价值上 就是说你能够 给你的服务对象 带来这样一个收益 那他自然很愿意雇佣你 因为你给他创造价值了 创造得更高 所以呢 这样一个学科呢 第一呢 我解答一下 就他不是说为就业而设立 而是为需求而设立 第二呢 这个可靠性本科毕业后 再进修有什么相关专业 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宽的 因为刚才从我们的 这个课程设计来讲了 你看我们既有 这个传统机械学科的力学啊 这样一个材料啊 科学啊 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般功课的 比如电子工程啊 控制工程专业啊 所以呢 我有时候在介绍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相当于是一个 相当于机械力学和信息科学的一个综合体 当然我们 坦白的讲呢 我们可能没有人家学的那么深入 但是呢 我们学的面呢 相对宽一点 这样就绝对了我们发展了 我们可能有多个触角 能够 往更宽泛的方向 能够有众生发展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啊 供您参考 非常谢谢我们的林院长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 我想说可能开始有同学要询问 就是关于北航的这个部分了 那我们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孟子宇老师 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主持人 再见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信息 可以随时再联系我 好的 好 感谢 感谢您的时间 好 开始吗 我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是吧 是 有请 有请孟老师 感谢李教授 感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报考我们质量与可靠性工程学院 然后探索质量与可靠的未来 那么接下来呢 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本科生招生项目 那首先呢 我想让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航 有点卡 我这 我这有点卡 OK 好 那北航呢 最早呢 是由八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 最著名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的 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 是国家第一批重点高校 是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 那我们学校呢 以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远景目标 那学科方面呢 我们学校的学科共有十个学科门类 包含工理管理文法经济哲学教育 一和艺术方面 那我们有八个一级学科 然后十四个A类学科 其中含四个A加学科 那么今年呢 我们面向本科生共有13个招生专业 73个招生专业 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24个博士学位一科点 那我们优势学科呢 是主要以航空航天工程为主 那包含航空航天 动力 仪器 信息 制造 管理和材料等八个方面学科 目前呢 北航一共分为两个校区 我们国际学院目前所在的校区是 学院路校区 那我们还有一个更美更大的校区 在沙河校区 两个校区之间的距离路程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有接驳的校车 目前呢 在校的国际学生共来自六个大洲 125个国家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 马来西亚的有没有同学呢 那我们目前马来西亚在北航 一共有67位在校生 分布在15个学院 21个专业 马来西亚呢 是我们学校留学生生员国的前三名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2021年留学本科生的申请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学制与毕业要求 我们学校本科呢 基本的学制是四年 最长呢 不超过六年 我们的培养方案呢 与中国学生原则上是相同的 那么对于留学生呢 可能会根据专业的不同 对我们留学生有一个最低的毕业要求 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完成所有的专业课程 然后总学分不低于125学分 那么我们在完成教学方案规定的教学内容 毕业论文通过答辩 可取得毕业证书 然后授予学士学位 那我们的专业是培养特色是2加2的培养模式 第12年呢 教学管理是由我们国际学院负责 我们会对学生的语言类进行单独的一些培训 如果像数学和物理的方面 留学生可能与中国学生的水平有一些差异 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专独单独的教学 那么到了第3、4年呢 我们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就由专业学院负责 然后我们的学生就将会与中国学生进行合班上课 接下来是我们今年招生对象的要求 那这些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也有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截一下这一页的图片 因为主要就是根据签证啊 护照啊 年龄这些硬性的一些要求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专业 刚刚说过我们今年总共面向本科生 一共开放了73个专业 那首先是我们中文本科生 中文本科生的专业 然后也是分为理工类 然后文法类和精管类 包括艺术类 然后这些在我们的这些专业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发布 同学们可以在此截图或者去我们的网站了解更详细的专业的信息 然后这一页是关于英文本科生的招生专业 那同学们如何申请呢 首先我们要在通过admissionboa.edu.cn的这个网站上登录进去 然后在线填写报名信息 传入我们以下要求的这十项 我们今年的招生的这些相关的材料 这些信息也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先看好 然后准备好这十项材料 同学们也可以在此截图或者拍照保存一下 今年我们是不招收 我们不接收纸质材料 同学们在线上上传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同学们更关注 因为我们在招收本科生的时候 会涉及到比试和面试 那我们面对马来西亚的同学们 可以有一些申请免试入学可以认可的成绩 那以下一共是包含这种四大类 第一种是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一考试成绩 第二种是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成绩加大学预科成绩 第三种呢是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成绩 那第四种是包括A-level SAT IB和ACT等国际通行的考试成绩 那同学们都可以拿这四种成绩来申请我们的免试入学 然后再参加我们的面试 那这一页呢向大家展示是我们对这四类成绩的一些标准 同学们也是可以截图或者拍照来记录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重要的时间级事项 那我们的申请呢已经于2020年的11月15日开始了 那我们申请的截止日期是2021年的5月30号 同学们要在5月30号之前将以上10点所有的申请材料提交到我们的网址上 那我们会有后续的相关比试及面试的安排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网 那最后的录取可能是在明年的2021年的6月到7月 奖学金部分也是同学们一定有非常关心的部分 那我们留学生的奖学金呢一共分为四大类 第一项是中国政府奖学金 还有北京市北航外国留学生专项合作奖学金 还有北京市北航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呢又包含新生奖学金和在校生奖学金 那同学们入校之后呢我们还会针对同学们开展 开展一个就是北航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那这一项奖学金呢又分为学习优秀奖和结束表现奖 那当然我们面对新生的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新生奖学金 那我们北航呢为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扬的国际新生 设立一定名额的新生奖学金 那奖学金额度为第一学年的学费不同程度的减免 那成绩和表现优异者经面试可以申请获得第一年免学费生活费 生活费就是每一个月我会发给你们1250块钱 1250元人民币的奖学金 那我们在校生自第二学年起 每年依据前一学年的成绩和表现 可以继续申请在校生奖学金 那在校生奖学金就是一道我们刚刚说的杰出表现和学习优秀表现奖学金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学制 学制与费用 那我们的学年本科基本上是四年 然后涉及到韩国学生除兵役可能会放开到六年 那我们经管理工文法类专业的学费是两万五一年 然后生物医学类和艺术类的是三万 然后我们报名费是四百元 保险费是四年一次性交完是三千二百元 然后英文本科生的所有专业都是三万一年 然后报名费也是四百元 保险费是四年一次性交期三千二百元 住宿当然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对留学生是单独开放的一个住宿楼 所有留学生住在单独的一个楼里 那我们住宿费是七百五十元 每人每个月 那我们一间宿舍呢 是你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住在一间 然后你们两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接下来带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北航的美景 马来西亚的同学们可能没有看过雪 然后昨天北京正好下雪了 然后北航的校园也是非常的美丽的 然后我们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 也是我们高校里面很少有的用博物馆 有博物馆的高校 同学们可以在高校里面就可以参观博物馆 看很多类型的飞机 那我们学校呢 生活设施也是非常的健全 包括美食很多的食堂 超市 校医院 然后咖啡厅 银行 邮局 不出校园就可以把生活设施 生活设施都可以包含到 那么爱运动的同学呢 来北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们的田径场 还有攀岩墙 游泳馆 然后体育馆 网球款都非常的都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学院呢还会为学生 开展很多的活动 包括汉语体验班 可以写毛笔字 然后我们还会为学生每年都举办 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包括先生运动会 然后Tilent Show这些等等 这是我们的国际文化节 然后足球队 篮球队 国际象棋 然后这是针对我们先生的一个破冰行动 然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彼此熟悉 这一页大家一定要记录下来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然后呢第一位是我 大家有关于本科生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通过邮箱和电话联系到我们 那我们2021年的本科生项目申请已经开始了 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网址来申请 我们今年想明年你想学到的专业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 最近也会不断的更新 如果同学们对其他的怨惜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在后续的公众号上 会推出他们的专业特色 然后包括同学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私信 好 我的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好 谢谢 谢谢北航的孟老师 那我们这边有同学开始询问 就是孟老师请问一下 就是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是有英文授课的吗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开就是英文授课 因为可靠性今年是第一次 就是面向留学生招生 所以是目前只开了中文授课 OK 好 那这边有朋友就是 我想说那个语言的那个部分 授课语言的部分 各位朋友您可以就是下载 我们已经放到这个留言处的这个 孟祥中国001的这个电子刊 你可以下载里面有这个北航的这个详境资料 包括说他哪一课是用Seman的授课语言 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就是这位朋友说他是国中生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 他接受了可能是就是考SPM 那他接受了就是半年的预科 请问可以转申请本科吗 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他在你们在对在把你的这些所有的成绩 然后按照我们的要求提交你全部的材料 我们会后期审核 是 莫老师北航有设这个预科吗 目前我们没有暂时没有预科了 没有预科 所以他们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中国的某个大学 然后上了那个预科 可以拿那个预科的成绩来申请吗 这个可以的 完全可以 OK 好 那我们这边有朋友问说报名费可以免吗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不能免 我们其他的报名费就在其他高校里面算比较低的了 OK 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说看到宿舍是在线申请 我可以看到后台 我可以看到后台 OK 好 这个宿舍我们是在线申请的 然后不会有就是宿舍不够申请不到的 我们都会基本上会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就是住四年吗 就是值得 可以大学四年都可以住在我们的宿舍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同考25分可以入学本科吗 刚刚是看到22分对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我们给大家免试的这四个四类都可以 就大家看满 只要满足我们这四项免试成绩的要求都可以 加一句那个有特长生的这个成绩地方吗 如果你有特长的话特长生我们会对这个成绩会更加的放宽一点 OK 比如说 比如说文艺啊或者是在机器人大赛啊这种都可以 好 学校会接生生过去吗 是接机吗 就是有一些大学他们可能当地就是那个大学本身就是有譬如说马来西亚的同学他们可能有个同学会 所以他们可能会到飞机场还是哪里去接他们这样子 不晓得北京机场的话我们会我们会安排接机 如果学校有需求我们会安排接机 哦 OK 好 嗯 好 我们这边还有个同学他是读中生哦 就是同一考试推迟了一直到今年我们是呃 这个月底才考嘛 考到12月30 哦那请问这个同学说可以用逸考的成绩来申请吗 我觉得同学不要着急我们的申请到明年的5月30号才结束 所以同学们完全可以等成绩下来 然后再再进行申请完全来得及 OK 好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同学想要针对这个呃 还有针对北航的部分还有什么想要请教我们孟老师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鼓励同学哦 哎 奖学金来不及哦 哦我们的同学担心是奖学金来不及 奖学金来得及啊 奖学金的这个截止日期是孟老师什么时候 他想申请哪一个奖学金呢 我们刚刚说了四类奖学资 首先是先生奖学资 还有一个是中国政府奖学资 还有一个北京市北航奖学金 大概的那个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哦中国政府奖学金他们身份 嗯你们可以咨询 中国政府奖学金建议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使馆 这个具体的开放时间啊什么的 嗯是 那就是从北方新生奖学金的那个截止日期跟那个咱们的 入学的那个就他申请的截止日期一样 就我们证据新生的奖学金是跟我们申请的开放和截止日期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政府奖学生呢 同学们还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使馆 嗯好 所以如果说就是明年呃 还是就是继续上网课的话 呃同学们也可以享有奖学金这个部分吗 可以可以可以的 嗯好呃文科生啊可是有考高数有考高数可以报名什么 我们这位同学啊潘同学可能就是具体的说明一下你想报名哪一个哪一个科系 啊对如果要是报理工类的还是需要看一下高数和物理的成绩 那如果只报文法类的尽管啊只有报文法类的不需要高数 那潘同学你想报理工类的哪一科呢 啊如果你是文科生也是也是可以报理工类的 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数学成绩 所以还是可以报的你有高数成绩就可以报 嗯什么时候接到录取通知书呢我们是在明年的六月到六月开始六月到七月左右会发布录取通知书 讲学先生奖学金 分多少比较好 就是考试他要他要考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奖学金 20分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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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考20分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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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五个科目 嗯 嗯 如果发现专业不适合可以中途转系吗 嗯 可以转系 但是你最好在你开学 就早期 一半一到早期转 因为你在后期转的话 你可能在那个学院学学的也不是很很完整 我报英文课程的话需要考亚瑟和托福吗 如果你的学校能够提供你呃可以就是英文的这个学习的证明的话是不需要考托福和亚瑟的 哦 嗯 孟老师应该就是说就是他们在校内的成绩或者是他们考试的那个科目里面其实有考英文可能就可以了吗 不不不不不 啊我们这边其实是鼓励考托福和亚瑟的但是就是因为如果因为疫情啊这些就是不可抗因素的话就是可以由你的高中提供一下你就是可以进行英文收课的这个能力的话我们还也是可以接受的 OK 一定要以22分以内才可以报名贵校吗 这个我们讲过啊就如果有特长你有就是在文体啊这些有特长我们会放宽一点点要求 啊留学生有机会参与友好合作大学交换学生计划吗 这个可以这个给我们学校留学呃留学合作交流处来负责 你可以到时候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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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如果说同学们 大家都说谢谢了 那如果同学们呢 还想要继续跟北航这边来做交流的话呢 大家可以就是到这个刘华桥去 今天北航的老师们还会在那边 就是到晚上九点 都可以跟大家继续做交流的 我们还是有同学不放弃的问 就是Triple One Night 我们这边就是另外一种考试 就是英文的也是英文考试 不晓得北航这边接受吗 什么能再说一遍 这个1119算是一个 就是一个被认可的一个英文考试 国际上认可的一个英文考试 可能老师可能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我们事后可能可以提供 让北航这边了解一下 就是我买一下同学呢 他们在考SBM的时候呢 他们有时候也会同时报考这个 1119的这个英文考试 1119这位同学可以给我们发一封邮件 刚才有有有放我们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研究商讨一下 后续发给你具体的答复好吗 是 然后是还有图书们申请奖学金需要要求的HSK成绩吗 读中本的学生不需要 读中的学生不需要 其他的学校 其他的学生是需要的 澳洲语科可以直接报名本科吗 澳洲语科可以直接报名本科吗 在澳大利亚读的语科 高中成绩加入他的语科成绩 这边问澳洲语科可以直接报名本科的同学 加上你在澳洲语科的成绩 然后包括你的高中的成绩来报名我们的本科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就是问 是不是接受这个SAT的这个成绩啊 就是美国高考的这个成绩 也可以了吧 SAT SAT是美国的那个高考 对 它可以拿过来 我们也看 对因为你可以一起交上来 然后我们就是在后续的商 就是有问题我们会跟你邮件沟通了 所以同学们可以把这些我们不常见的这些成绩一起交回来 咱们收的不常见 我们收的不常见 好 所以包括像我们朋友写的这个Cambridge O Level 这个部分也是可能可以都是可以尝试的 就是交上去 让学校这边去评估一下这样子 可能会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吧 今天时间可能比较短 但是同学们如果以后有任何问题关于我们的专业啊 包括成绩的申请啊 都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的那个联系方式也联系到我们 然后我们随时都会给大家回复 好 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5点16分了 我们非常谢谢 谢谢北航的林教授 还有谢谢我们的孟老师 谢谢辛苦了 那也让我们同学们就是了解到了一个新的一个 有一个新的知识点 就是知道我们原来可以到北航 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可靠性的工程的专业 好 我们现在把时间呢 教会给我们的刘华同事会的副会长 苏耀元老师有请 好 谢谢小薇老师 也谢谢孟老师 以及在线的其他北航的老师 当然也谢谢林金教授 那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刘华侨中国高等教育议展 大学的老师仍然在线上让大家咨询 大家如果还有想要更了解的地方 可以进到我们的线上教育展的网页去观展 去咨询 我想这两天我们听了好多教授的分享 收获也非常多 感谢大家来共同学习 不过我们的专题讲座还没有结束 从一月份以后 每逢的周五周六 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的大学教授来和我们做分享 至少还有25场的讲座 涉及各个领域 各个专业 以及不同的大学的专题讲座 请大家密切留意 也请上位到我们教育展 那个网页去注册的同学赶快去注册 也邀请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去注册 之后我们也会定期发电子刊 以及讲座会的资讯 给已经注册的朋友 这些都是免费的 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会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北航的老师们 谢谢我们的苏副会长 我们也祝福同学